第八章 我是女儿的恋人 纳尔逊自然是知道什么叫做月神会的 所以 我用不着多费唇舌 向他解释 纳尔逊道 你不说 我也想告诉你了 我亚一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纳尔逊道 本地警局接到报告 在一个早被以为是月神会聚会活动的地方 发生了一场打斗 打斗的另一方 只是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 我便想到 那可能就是你了 我呆了一呆 不觉哦 第一声 道 原来那是月神会的人物 我想起了那个鲸鱼柔道的老者 那两个假扮穷皮匠大汉 以及他们的突然离去 的确都充满了神秘诡异的色彩 照这样说来 月神会知注意我 还在某国大使馆之前了 因为在我和那鲸鱼柔道的老者动手之际 我还未曾和某国大使会面临 我呆了半晌 将那场打斗的情形 向纳尔逊简略地说了一下 便道 如今 如果你只想追回那箱子下落的话 那么 我便要单独设法脱身了 纳尔逊不再言语 当然他心中是在生气 但因为我并不是他的下属 所以不能对我发脾气 纳尔逊好一会不说话 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道 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说法的 我提高了声音 道 我是为了方天 才勉强介入那种危险 而又无聊的漩涡之中的 如果只是为了老十子金属箱子的话 那我自然要退出了 纳尔逊望着窗外 道 好 可是在一千万人口以上的东京 你怎能找到方天呢 我道 你说方天到日本来 是某国太空发展机构最高当局给他的一个假期 难道他可以不回去报到吗 到了那时 他不就自然出现了吗 纳尔逊道 不错 假期的时间是三个月 如今已过去一个月了 方天假期结束之后 某国的探索土星计划 也到了非实施不可的时候了 便没有时间 再对他做全面的调查了 我不服道 为什么 纳尔逊道 我也不十分清楚 大致是因为环绕着土星的那一圈光环 是某一种地球上所没有的金属游离层 如今的计划 是要凭借着那游离层的特殊引力使得宇宙飞船能够顺利到达 而游离层的吸引力却是时强时弱的 如果错过了两个月之后的那次机会 就要再等上几十年才会有同样的机会了 整件事情的复杂 可以说已到了空前的程度 它不但牵涉到了地球上的两个强国 而且还关系到离开地球那么远的星球 而关键 又在一个神秘的 有着蓝色血液的人上 我只感到脑中嗡嗡作响 一点头绪也没有 好一会 才到 依你之见 又当如何呢 感谢观看